违规行驶进行道路没想到发生了死亡车祸 华林27号下午这一辆砂石车司机 开车行进建国路二段时 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有电动自行车 加上它是违规行驶在进行的道路 当场发生差状 也导致老妇人当场倒地 终于抢救后人伤重不治 画面右上角一辆电动自行车才刚准备切进马路 此时一辆砂石车从后方行驶 擦装到电动车 设定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骑士也当场摔倒在地 更吓唤一旁的民众 警消货报赶到场紧急将人送医 但骑士伤势严重 送医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车祸发生在花莲 27号下午三年多 又18岁的高新富人 骑着电动自行车 行进建国路二段时 在后方砂石车撞上 就连停放在路旁的机车也被波及 而富人腹部伤势相当严重 我们一开始到达现场的时候 患者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之后我们就给他上警圈长辈板 上车之后二频 二频的时候他就已经呈现欧卡状态 警方表示虽然砂石车没有运载砂石 但因为没有申请该路段通行权 这下砂石车驾驶不仅违规 还要被依过失致死罪 移送侦办 记者乘电话也报道